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根据她的介绍,这个金钉长得有些像骨头 平时家里人也叫金骨头,这件藏品是奶奶的 奶奶去世之后这件东西就一直保存在了家里 这次来就想让专家鉴定到底能值多少钱 专家借过金骨头放在手里掂量一下 接着专家就显得十分激动地问,您奶奶贵姓 女子回答说,奶奶娘家姓孙 专家听完说道,这并不是什么金骨头 这是宋代的十两黄金 金钉周围还有一些肉眼看不到的细小颗粒 这是古代黄金的一个特点 女子听完专家的介绍很是开心 至少已经知道这不是赢品了 专家又继续说道,这是宋代的一个文物 就目前的市场价格来说,价值大概在一百万元左右 不过这只是一个参考的价格而已 这位女子在现场也表示,这件东西家人不会卖掉 这是奶奶留下来的东西,表示会好好的保存起来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,我们下期再见 然后我们下期再见